球台上马奎尔的表现了 显然对自己这两杆也不是很满意 分球中带 交到了红球的右侧的中带 应该说 本届BTV国际斯诺克北京小军赛 对于这么高水平的选手来说 都是一个锻炼 尤其像梁文博这样年轻的选手 我觉得如此高贵格的比赛 如此激动人心的决赛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高的机会 而且梁文博也能跟现在排名高局第二的选手 达到决赛的这个份上 应该说对于他来说 应该是很宝贵的经验 尤其是马奎尔今天没有状态的情况下 采用了各种战略战术 希望这些东西都可以对于梁文博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提高 黑球出现问题 两个人是互相牵让起来 黑球出现问题 其实刚才那个话题 其实包括昨天的半决赛 对着马奎尔论的时候 对于梁文博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练习的机会 最终呢 而且梁文博是笑到了最后 我们当时还说对他的成长会非常有利 不止对中国的球手 其实对于此次参赛的一些外国球手也是如此 艾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次参加BTV的斯诺克邀请赛 能够让他跟福家军 跟亨德利 包括跟马奎尔 这个来同场竞技 对于他来说 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对 而且呢 其实比赛打到这会儿 从下午四点 打现对于双方的精力 刚才说的精力 毅力 体力 都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有时候比赛是这样 打着打着打 最后可能就容易懈怠 很难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很难有开盘的时候那样的斗志 容易疲劳 这也是作为职业选手 是你一定要学会调整的 这只是一个是三局的比赛 如果真的打到了世锦赛 对 在那个胜地 在克罗斯跑的时候 那么漫长的比赛 怎么去应对 对 他在看粉球的右下角底带 有没有机会 如果粉球右下角底带有机会的话 他可以叫到粉球稍稍有点角度 也可以顺势把粉球下方的六颗红球可以开 没有角度了 看看梁文博能不能再次把握这个机会 我说实不过三 马奎尔这局到现在给了梁文博 这已经是第三次机会了 就开球要 看看效果 飞球的右上角这颗红球 右下角底带有机会 贴库需要打得很准 这杆球对整个的出杆的平稳度要求非常高 很关键 这颗红球 看看凉文博 好球 28比26 应该说粉色球下方的四颗红球还是需要再震一次 对 这个局势肯定是不行 对 黑球 交到右侧的右下角底带 35比26 擦干去了 看来梁文博对这个球杆的平滑度要求非常高 而且确实是比赛打到这会儿的确实也稍稍的有一点点紧张 这是人之常情啊 手上会出一些汗 虽然场内温度很低 对 我们在本次斯诺克比赛上 好像别的球手这种擦球杆的动作很少出现 这个角度应该说可以啊 可以轻轻的 看一下角度啊 可以轻轻的 沾一下这个空球 职业选手对这个从什么位置K进去 要求还是很高的 36比26领先10分 低杆 这杆球至关重要 看看K后的效果 非常关键 不是很好 好 不理想 做只能去打一杆远线了 37 他在看纯球下面的这颗红球 看看这杆 打中带 左侧的中带 踢根横上去 好球 蓝色 五分球 力量稍稍大了一点点 看你 再看中带 考虑是否可以叫做中带 你这个角度 你这个角度稍稍的力量稍稍大了一点啊 蓝色五分球 我们再考虑叫中带了啊 右侧的中带应该还可以49比26领先23分 应该说粉球下方这三颗红球处理好了就可以超分啊 很关键 粉球下方这颗红球的中带 低杆需要打得很准 轻轻一点就可以 好球 粉球中带 推上去就可以 没关系 推上去红球的左下角底带有机会 推上去就可以 好球 领先了30分 把两颗红球顺利收到囊中 好 就应该说就可以追成了平局 那也是很多的朋友希望看到的好球 好球 顺利的再叫到黑色气氛球 黑球啊 总干谈一裤 仿佛这个空气都已经凝结一样 非常紧张 弱大的赛场鸦雀无声 只有听到了梁文博的这个击球声音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心都提了起来 这个红球很快进了就超分 没有问题 好球 到左侧中带 6分球 打进粉球 好球 红球都不较位了 先超分 防守一干 其实这么打是很有经验的 其实梁文博也在调整自己 我没有必要强行的去叫这干位 好 防一干 马贵尔不会站起来了 梁文博 期许1比26 领先了45分 瓦克尔这局任赴 这样非常顽强的梁文博 把比分搬成了6比6平 连续挽救了两次赛点 我们也期待着双方在决胜局当中 为我们奉献更加精彩的表现 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的精彩 我们期待着决胜局 看看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